作词 李宗盛 真情像梅花开过 冷冷冰雪不能淹没 就在醉落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雪花飘飘北风潇潇 天地一片苍茫 一片寒梅浩里雪中 只为一人飘香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此情长留心间 是 明歌 写什么呢 哦 我再统计这次 火灾烧毁的房屋数量 还有受灾的人口 对了 秀瑜 我有一个建议 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看 这次的 阿狗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这里着火了 就急忙跑过来 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哥 阿狗来了 他说来帮忙的 哦 谢谢啊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有没有病情特别严重的 有 我带你看 纱布给我 大叔 大叔 认识电话 你这是做什么呀 快 把纱布拆了 哦 他对骨折 根本不能刀纱布 经营木板挡住 你怎么会这个呢 我以前在药材店打仨 学过医术 不过只是一些皮毛而已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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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怕你照亮 傻丫头 谢谢啊 你都忙了一个晚上了 要不先回去睡 没事 我躺一会儿就好了 孩子真贵 孩子 谁是你孩子啊 你啊 我什么时候是你孩子了 你看看你自己的脸 这边这边 那你的脸不也是一样 你看这边这边这边全是 你就是一个大话猫 我有事问问你 知不知道有个年轻人叫阿狗呢 林大伯 我做了一项统计 你听我跟你说一下 你先别说了 我现在急着找一个叫阿狗的人 阿狗 怎么了 丁大嫂跟我说了 他们家的钱给人偷了 可你说怪不怪 这个人偷完钱还留下姓名 说他叫阿狗 钱被偷了 是啊 李大伯 你跟我来 好 好 好 还有吗 你看啊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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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你困的 你困的 李大伯 他就是那个阿狗 阿狗 我就是 怎么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喂 哥 你干嘛呀 哥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不关你的事 不关我的事 好 好 秀云 哥今天让你看清楚 站在你面前的这个阿狗 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你有这么多钱吗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小伙子刚才多热情啊 这上面刻着什么 都看清楚了 这上面刻着什么 这上面刻着一个钉子 阿狗 你姓丁吗 你姓丁吗 抓起来 抓起来 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 抓起来 你看 这竹子上 你看看 还有字呢 这人 这人太过分了 这人太不自当了 把人把他抓起来 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你们傅家的少爷 千金 永远都看不起我们穷人 好 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现在是人葬病祸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把他带走 把他带走 把他抓起来 带走 对 走 走 走 都该抓那种人了 把他抓起来 把他抓起来 走 等一下 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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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个贼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跟我争绣云 雨昆 这一拳我是提丁大伯赏给你的 雨昆 这一拳我会记得 总有一天我会还给你的 好 我等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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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还在为他难过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外面的坏人很多 这人直面不知心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好 现在看清楚了 知道那个阿狗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我看错人关你什么事啊 我看不起你这么傻 这 来 喝水 来 喝水 慢点 大叔 大叔 喝口水吧 慢点儿 谢谢 小姑娘 您是沙和朕的人啊 是啊 我也是沙和朕的人 你姓什么 我姓赵 叫赵千惠 你 叫什么 我叫赵千惠 大叔 怎么了 你还一个 同胞兄弟 你认识我们 我认识你们 我认识你们 我认识你 小姑娘 你 知不知道自己的爹是谁啊 我亲爹 我亲爹我当然知道啊 我亲爹叫赵大为 赵大为 赵大为 可是 我怎么听说 你爹他不姓赵 他姓梁呢 他叫 梁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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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梁永昌 这个名字 你从来没听过吗 梁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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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谁 梁永超 梁永超 二十年 你一点都没变 梁永超 娘 您说他是梁永超 她 她刚刚说是我亲爹 他是我亲爹对不对 娘 你告诉我 他就是我亲爹对不对 千惠 娘 你快去 快去把你干爹找来 把你干爹找来 你告诉我 快去 走 走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梁永 别怕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就是个废人 我身后也不当你的 刚刚 我替你让千惠去找赵世俊 这么多年了 我太了解赵世俊了 他根本就是我 你又是个女人 你找他料什么用呢 于是我 再说 我现在无罪在身 你们又能把我怎样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薇言 你一定特别想杀我 对 二十年 你一定一直这么想 今天我给你这个机会 薇言 杀了我吧 杀了我薇言 来 薇言 你想想 你想想二十年前 我怎么对你的 我先是把你右肩 让你怀上两个孩子 后来我让你吸食鸦片 接着气死了你爹 我还让你跟心刺臭生死前 你想想这一切 你应该特别特别恨我 对不对 想杀死我这个念头 一定 一定在你心里 已经二十年了 薇言今天我给你这个机会 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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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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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是混蛋 文银 我不仅是混蛋 我还是秦寿 所以你要来杀我 文银快 快 要杀我快 要招身就赶来 就来不及杀我了 快 一剑子痛过来我就死了 文银快 你想想 你想记你的孩子 想想他们已经长大了 为他们想想 直到有我这么一个亲手的爹 他们长大也会怎么做人 你想想 让他们怎么做人 他们灭脸做人了 文银 为了他们你要杀死我 杀死我 杀死我 杀文银 文银 我告诉你 你记住 如果今天 你不杀了我 我会接着害你 像二十年前一样 把你害的家破了我 一无所有 你知道 我梁永昌说得从做得到吗 所以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杀我 我最后一次杀了我 杀了我 娘 不要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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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也杀了他们 让你也杀了他们 娘 娘 不要 娘 娘 你怎么了 娘 娘 娘 你醒一醒 你醒一醒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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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了 她不过是情急之下 七血伤心 让她休息一会儿自然会醒 你 你真的是我爹吗 你想我是你爹吗 你现在告诉我 你其实那父亲 像我这样 连乞丐都不如 您会觉得 命运对你特别不公吗 可我告诉你 命运本来就不是公平的 我们一出生 就已经注定了 拼腹归戒 生老病死了 我们没得选 我们甚至连违抗都违抗不了 我们都要听从哪个人的安排 他让我们好 我们就好 他让我们坏 我们只能坏 你觉得这公平吗 我们只能听从他的 你知道他是谁吗 就是他 这个锁魅的天 你一定要听他的 我以前不信你 我一直想和他断斗 可你知道 结果是什么 二十年 他整整折磨了我二十年 我的这儿有颗子弹 每一次发作 都会让我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 我只能咬他们 要他们 他们断了 好 好了 又断 都是拜他送辞 更要意思的我告诉你 你 我自杀过好多次 可是他居然连死 都不让我死 他就这样一直折磨我 让我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 你 你知道我现在 我现在最想做什么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认输 我 爹 你错了 命运不是注定的 命运是性格造成的 富贵贫贱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把自己的心蒙蔽了 把仇恨都往别人的身上推 爹 从来没有注定 是仇恨掩蔽了你的良心 爹 你还不觉醒吗 我败了 我承认我败了 现在就连魏蜜儿 都看到我这愿 你对我的折磨也差不多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别咬 别咬 周良 Hutch 去哪个 救命 时辰已到 时辰已到 复兴 我不信连你都是老牌 我不信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有没有好点 各位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沙科镇的第一个大学生 赵玉坤 他对咱们沙科镇灾后重建 有很多好想法 我看就让他讲讲他的想法 你们说好不好 林大龙 这件事情还是你跟大伯说比较合适 我看还是你说 可 可干天还没回来呢 要不等干天回来再说 你放心 就是时军回来了 他也会同意你讲 说吧 林大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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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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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欢迎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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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父老乡亲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 昨天晚上在我们沙科镇发生了一场火灾 我知道 发生这样的事情 大家现在一定都很不安 我做了一项统计 这次的火灾 一共烧毁了二十八间房屋 导致直接受灾人口一百零五人 其中有四十七人受伤 无人伤亡 看看这些受灾的人吧 他们的房屋 财产 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便得流离失所 饥寒交迫 我们同为沙科镇的子民 在我们的同胞受苦受难的时候 能够冷眼旁观 或者置之不理吗 不能 不能 正所谓一方有难 八方之远 我们现在可以做的 就是尽自己的所能 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来帮助他们 对不对 对 对 好 在我求求的这几年 我攒下了一些零用钱 一共是两百七十六个银元 今天 我要把我全部的积蓄 杜鹊献出来 帮助这些灾民 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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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 在场的每一位 都能够本着血浓与水之球 怀着宁人的己之心 共出一份力 献出一份爱 虽然 我们贡献出的力量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我相信 我们的这种热情 一定能够温暖那些受难同胞的心 帮助他们 支撑他们度过难关 重新建设沙河镇幸福美好的家园 让沙河镇永远的风调雨顺 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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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拿出我的零用钱来捐助大家 我希望各位父老乡亲跟我一样 有利出利 有钱出钱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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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帮紧点 福星兄弟 我忽然有个主意 你去把赵石俊给我喊了 让你去就去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去 对 真不是我说你啊 你真的太草率了 事情没弄清楚总得抓人了 我也没想到那个老丁的 哎呀真是 小兄弟啊 实在对不起 我短短让你在这儿待了一夜 这件事情啊 是我们不对 那个老丁啊 迷迷糊糊的 神志不清 钱带掉了都不知道 你也知道 当时那位人又多又杂 哎 这是个误会 丁嫂也误会你了 是我们不对 你千万别见怪啊 是啊是啊 主要是老丁睡得迷迷糊糊的 我呢又没问清楚 别说 真是 不用再结束 我这个穷人 现在就离开沙河镇 小兄弟 一个人遇到事情 不能只知道逃避 要作为一个男人 要学会承担 要学会负责 这才叫一个男人 小兄弟 你还年轻 很多事你还不明白 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 没有挫折 没有失败 哪里来得成功呢 只要你耐心的等待 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也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明白吗 我 我很欣赏你 我希望你能留在沙河镇 怎么了 良永长 小兄弟 我还有急事先走一步了 林大夫 你照顾他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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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有爹了 你一定很失望啊 你一定很失望 Mik O 从小到大 你一定觉得自己的爹 应该是个大英雄 自己出生在一个千金小姐的家 可没想到 今天见到你的亲爹 居然是我这样一个亲生不母的东西 你一定很恨我 对不对 不 我一点都不恨你 我觉得好开心啊 从小到大 娘都告诉我和哥 说爹已经死了 我好想见爹一面 多少次我都只能在梦里见到他 他的心想好高大 就像你一样 放屁 我现在失和形象 哪里够的 爹 你年纪轻轻的 就会骗人撒谎 我没有 我没有撒谎 我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事情 别人怎么看你 可你在我心里 永远都是最好最好的爹 我我身体里流的是你的血呀 爹 我不管你说的是这事 今天 你要给我记住你一件事 不论一会儿发生什么 无论我是死是活 你都要记住 你亲生的爹 之所以有尽点 都是拜赵世君所赐 你要把这个仇恨永远结在心里面 不 爹 干爹对我们很好的 从小到大 他都无为不至地照顾我们 从来都把我们当成亲生儿女对待 放屁 你知道什么 赵世君我告诉你 赵世君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伪君子 我之所以有今天 我们俩今天之所以父女不能相认 都是因为他 因为他 因为他赵世君 爹 干爹 是你啊 我竟然把你送到家里来了 你啊 石锦绣二十年了 你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面 今天真好啊 终于见着活的目 不过对不起 刚见面 你就要陪我玩一个游戏 你准备好了 父亲 先把我衣服都放回去 快 快 石锦绣 你先别急 我一会一定给你这个机会 你现在把枪先放下 放下 干爹 快 快 石锦绣 我很佩服你 你果然 言必行行 二十年 你真让我的一堆孩子叫了你爹 叫了二十年 听得出 他们很爱你 可现在 今天 我要让他们知道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要让他们知道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伪君子 爹 敢天不是这样的人 知道个屁 是你了解他 还是我了解他 我跟他斗了何止二十年 石锦绣 还记得二十年前那个游戏吗 你的那个圈套 今天 不是你的圈套 所以让我们继续下去 二 选你 一 我现在就当着你的面 杀 可是我想你抚养了他整整二十年 你一定会舍不得对不对 所以我劝你 选二 更简单 拿起你手里的枪 当着你女儿的面 把他的亲爹 杀死 楠勇章 你真是一个冥顽不灵的畜生 都二十年了 你还要玩这个游戏 你能换别的游戏吗 不 我喜欢这个游戏 赵世绝 你在我心里里一直是个女人 二十年了 你怎么依旧婆婆妈妈呢 这辈子你就不能男人一回 快 我没那么多耐心 一 干爹别开枪 爹不会杀我的 我是他亲生女儿 他不会杀我的 你怎么那么天真 我不会杀你吗 我告诉你 你没听你干爹说我是什么人 我就是个畜生 畜生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这一点 你干爹可比你了解我多了 对不对 是兵兄儿 爹爹 别开枪 别开枪 别逼我 你都不会杀我的 他不会杀我的 我今天就是要逼你 快 高洞板机 马上送我下地狱 可是我保证 你设计的日子也快活不了多久 我在下边等你 我在下边等你 不要逼我 在 干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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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这招是不是很熟啊 大快头爹曾经说过 你就是用这招绑过他 赵叔叔 我回来了 这招rok 要呀 哪 在哪 一定 USDA 干爹 怎么样 还疼吗 没事了 真是丧念 我老糊涂了 我怎么会把他带进家门呢 其实 爹他也挺可怜的 这么多年来 他也受到了惩罚 当他咬我手指的时候 我真正感受到了 他心里有多痛苦 千惠 听看爹说 你不了解你亲身父亲是怎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 他对我可能把你给杀了 不会的 他是我亲爹 怎么可能杀我呢 只不过是在保护自己而已 干爹 你答应过我的 都有一天 你会跟我说 你们年轻时候的原委 对吗 是啊 也差不多是时候了 浅惠 你放心 等玉坤回来之后 赶爹会把所有事情的真相 原原本本告诉你们 好 真是你 真要 赵叔叔 真的是我 我回来了 长这么大了 长这么大了 知不知道 赵叔叔这二十几年来 终于长得多辛苦啊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终于找到你 我有多很开心 这样 我终于可以对得起 你死去的天亮 知不知道 之后的事赵叔叔你也都知道了 怎么说呢 缘分 就是缘分啊 但是 没想到在沙河镇 又碰到了梁永昌 赵叔叔 怎么办 要不这样吧 我把他带回牧场 要是他留在沙河镇 一定会把这里搞得血流长河 鸡犬不宁的 你放心赵叔叔 我还不想到 梁永昌害过我 害过我娘 还害过大块头弟 但我也打了他一枪 那颗子弹 在他脑子里 整整折磨了他二十年 我想我们之间的恩怨 也应该一笔勾销了 好孩子 真的长大了 你手指怎么样了 已经没事了 谢谢你帮我包扎伤口 不客气 爹 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 让我帮你分担痛苦好吗 以后你头痛的时候 就咬我的手指 别再折磨自己了 能够帮你分担痛苦 我也觉得很幸福啊 没有西方厨 特别 mening 别再厉害我 你스� Psalm diminished upside down 的任务 我告诉你 这里的人没一个数孩子 你就让我跪他们 不可能 办不到 我和婴儿两个 谁又轻弹一生经过 是那条亲密的小河 月光无形洒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